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Doker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oker Nginx系统重新启动后 咱们容器也会自动的再启动 是这样 以前我给您分享的Doker课程中 咱们频繁的在使用Nginx 使用PostgreSQL 使用MySQL 像这种服务器端软件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咱们OS重新启动之后 这个容器 这个服务也需要重新的启动 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系统启动后 Doker容器也会要自动的启动 其实实践起来很简单 咱们马上开始 然后我今天的课件 都会放到小马部落的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加入我的专区 然后下载文档吧 OK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是这样 如何让容器自动启动 其实官网有一个参照的API 咱们就看一下 我给您总结出来 就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OK 就是这地方 大家请看 如何restart再启动 再启动 它分为几个策略 好不好 咱们只要按照它的策略 就可以实现 那么今天咱们就实现一下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 还是采用Amazon的 AWS的EC2 我现在已经启动一个实例 然后咱们就操作这个实例 咱们试一试吧 好不好 OK Let's go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已经给您开了一个EC2的平台 咱们看一下 我用的是Amazon Linux 然后是2的版本 对吧 OK 这个也是AWS 最支持 最推荐大家 所使用Linux 我现在也是深深的喜欢上 这款Linux 非常的好用 好 咱们清下屏 好 该怎么做 咱们开始 首先咱们先下载一个Doka 下载一个NGX的Doka 下载完之后 一会儿咱们大家看 我先给您按照咱们平常启动的方式 大家请看 是这行命令 对吧 启动完之后 咱们可以正常的访问 但是操作系统 一主意Start 这个NGS就丢失 对吧 因为它不能够再自动重启动 一会儿咱们会演示到 今天我专门给您演示一下 稍等 我看一下 看一下 DokaImage 出来了吧 这地方大概是21.9兆 非常的小 我非常喜欢这种小巧的这个image 然后咱们干什么 大家请看 咱们先用常用的NGX的启动方式 咱们把它启动一下 咱们把它映射到本地的80端口 启动完之后 在本地container里面就会多了一行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NMAP扫描一下本地端口 80已经在了 对吧 然后咱们通过浏览器 我把这IP拷贝一下 通过这个浏览器 咱们就能够看到 我现在这台NGS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OK 然后我把咱们Linux干什么 Reboot重新启动 大家想一想 我现在仅仅是开了一个Doka容器 什么都没做 然后我就把它重新启动了 一启动之后 咱们大家想 这个Doka的容器container 这个NGS会自动重启动吗 一定不会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现在正在启动 刷新一下 没有了吗 对吧 连接丢失 OK 这边应该是正在启动 好 启动完之后 咱们再重新连接一下 OS启动稍微有点慢 咱们稍微再等个几秒钟 难道说IP变了 因为我绑的不是这个Elexed IP 我看看 2490.204 2490.204 应该是没变 怎么 我看看 OK 连上 OK 清下屏 然后我为什么要清屏 因为我这屏幕下方 可能有些个字 是吧 我怕挡着大家看我的命令 大家请看 80并没有重新启动起来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DokaContainer-A 大家请看 它其实在里面 只不过没有重新启动 对吧 那么该怎么做 咱们从头说 我现在把这个MyVib删掉 把这容器删掉 没有了吧 OK 咱们重新来 如何做就能够让它再启动呢 大家请看 我把这行命令屏蔽起来 咱们重新往后 要用下面这个命令 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多了一个Option 是吧 Restart等于Always 它经常要再启动 对吧 咱们容器 会随着操作系统 启动之后 它会自动的再启动 好不好 先少许咱们试一下吧 这行命令 拷贝 然后到本地一回车 容器执行起来 NMAP 看一下本地 是不是开了 80在吗 对不对 这个位置 好 80既然在着呢 那么咱们通过浏览器 再访问一下 应该是还能够访问到 没问题吧 OK 这是咱们正常的使用 接下来 我把我的Linux 咱们重新再启动一下 再启动之后 咱们NGS容器也会随之再启动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效果 现在呢 我的Linux已经开始重新启动了 好不好 咱们等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怎么说 咱们比如说 部署一个网站 对吧 部署完网站之后呢 但是因为咱们OS呢 经常维护 有些包更新 不管您是用哪款 用这个Ubuntu 用这个Cent 还是用这个Amazon的Linux 对吧 它都要有系统包更新 频繁更新 那么系统呢 经常会需要Restart 那么系统Restart之后 咱们容器也会跟着 自动的Restart 对不对 非常适合用于生产环境 对不对 OK 看一下是不是 我这已经启动完成了 OS嘛 启动稍微有点慢 这个也是正常的 清一下屏再来 哎呀 自从做客舰 我就喜欢了这个清屏 然后咱们再清屏 用NMAP 大家能看到啊 在屏幕最上方 港一这样 我经常清屏的话 大家会一种 一直把这个精力 集中在这 画面最上方 能够看到我在干什么 对吧 大家请看 我OS在就算重新启动 大家请看 这个容器也会随之再启动 对吧 OK 马上访问一下 漂亮 没有问题吧 OK 完全的成功 那么您通过 这个Restart Always 就能够实现 单个容器的再启动 好不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推荐给大家 但是还不算完 为什么 因为啊 稍等我先轻点屏啊 因为有好 有好多朋友 只有他们都是在用 我先把这个停掉 My Vibe 然后把它删掉 养成一个好习惯 先stop 然后再删 然后再看它一下 没有了 对吧 OK 是这样 因为咱们有好多朋友 不是直接用这个镜像 而是用Docker Compose的方式 那么用这个方式 能不能够实现再启动呢 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看这个地方 在您的这个Docker Compose里面 这个Yaml里面 配置一下 这一句就可以 Reset等于Always 就能够实现 咱们刚才同样的效果 我马上给您实现一下 咱们试一试啊 我本地建一个 Compose.yml 这个咱们怎么念Yaml 就叫Yaml是吧 日语叫Yaml 有点不好听是吧 稍等 咱们nano这么一个 Docker Yaml是吧 OK 咱们拷贝上我给您准备的这段代码 没问题吧 利用这个NGS最稳定版的Alpa 咱们已经下载了 对吧 然后映射80端口 同时如果OS重新启动的话 它也要跟着随之重新启动 好不好 OK 试一下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然后咱们编译一下这个Yaml Yaml 编译一下 OK 然后 咱们使用这个命令 干什么 先本地启动一下 好不好 OK 这个是做精灵县城的启动 正在启动 而且现在是启动完成 咱们在NMAP看一下本地 80在了吧 OK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再通过Browser访问一下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稍等 咱们先给您再看一下 Docker Compose里面的容器的内容 对吧 咱们请看 咱们是这个服务 然后启动 进入点 正在启动 然后内部80映射到外部80 这都没有问题 对吧 接下来咱们就要做系统的重新启动 好不好 因为Docker Compose跟Docker差不多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给您演示就快一些 好不好 OK 现在Linux OS已经重新启动当中 启动完之后 启动完之后 如果咱们能够看到它的话 就说明咱们的设置完全的成功 现在大家请看 我在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这在转 说明已经找不到这台服务器了 对吧 一会儿就会报错 已经报错了吧 OK 等这个服务器重新启动起来之后 现在正在启动 估计大概花个30秒钟 是吧 启动完之后 咱们这地方就会自动又会显示出来 完全没有问题 咱们再看一下 我看启动起来没有 还是要再等一小会儿 是这样 今后我可能这个课程会花一份精力 要给您做Doker的课程 是因为今后我给您讲AWS的时候 有好多的技术都会用到Doker 而我现在也希望把今后的部署方向 是以容器部署 这样便于咱们部署应用程序时候的版本的管理 非常的好 而且AWS又给咱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容器的解决方案 我今后都会做视频的介绍给大家好不好 OK 连上了 赶紧过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两个知识点 是完全的生效 没有问题吧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课件都会放到我的Discord会员专具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